新的调整 我们先看到 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埋伏了 我们看到在 EI 哇 正好 这么紧张啊 拉了一个精灵都拉不回去了 刚刚那个小精灵在外面发呆啊 EI图 我来这里还是一个常规大机胎 飞飞上来应该是要练家里了 没有像之前打罗雷特那样上来出门 上来还是练自家 可能会多造一个苦工去增长 看看飞飞会不会多造个苦工增长 还是比赛 比赛是B5的啊 我等 我等是用来打人族和打UD内战 打受阻的 打内战和打受阻的话 TS其实对于暗夜来说不好打 还是利用21人口多补一个农民探路 那这种排局 这就是新版本带来的优势啊 侦查方面的特别多 哇 彩色的感觉特别轻松啊 你那边是有电断的声音吗 对啊 哇 那你那白天断了 你是不是睡不好呗 还好 我最近都起得早啊 我今天 我今天中午我继续回了 两个小孩在下面拍球 我帮我拍 帮我拍的 我找不住了 飞飞侦查 因为现在多了一个苦工 你看21人口 那21人口 永远这里的话 还是一个素女恋的开局啊 这里 感谢想要举办魔兽比赛的女巫飞机 感谢老板的飞机 上来还是比较常规的 两边 目前还没看出来有什么花样 我来打的啥宝物 哇 受复这个开局 二本那个地洞会慢的 这里地洞很危险 永远这里看到了 大局防守就好了呀 看一下地洞 OB OB 这个OB 还好 还好 我真是丢雷 我觉得还好 这种情况 好 疯狂卡那个素人 它是个防三呐 这个防三有可能要立功 打掉洪雪的素人 看看最后超多少血啊 拆的不转 感觉也不一定拆得掉 对啊 是防三 再拨拆的雪宽 雪宽 雪宽 空蓝了都 在这里宝物还不错啊 大雪加同火来 同火有可能是满的 应该不是满的 因为第一个宝物肯定没卖 那就是投完 要打了个大雪 还可以啊 然后弗莱还有一个苦工 苦工在外面就没回来 那这盘弗莱开局已经非常好打了 现在可以预见的是 永远的所有举动都不会超出弗莱的预期 在我的预测 买了个单船 侦查分框 在我的预测当中 这种局是零一排的 才是一点机会的 海色的所有举动都非常的正常 都非常的常规 这种局它是不可能打的 好 剑胜找分框 这盘暗夜已经很难打了 没分框的 对啊 打不了的 没分框 然后剑胜经验跟KOG差不多 宝物比KOG多两件 彩色 彩色打兽足还是比较短板 是的 彩色 彩色打兽足还是比较短板 彩色 彩色打兽足还是比较短板 彩色打不到巨大优势 就不可能 一点机会也没有 必须得巨大优势才能 所以就O引出来就O了 原来人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彩色打兽足 纽列开局 现在都是纽列开局 最重要的是暗夜没矿 就是开局 细节方面怎么打 好 现在暗夜开矿要抓过来 但是KOG没有单船 单船在剑胜手上 硬着头皮先来抓了 这里飞飞 飞飞加速 跑人 这二一级还没有啊 这里有点虚 小娃已经来了 小娃已经来了 可以生羊 生羊杀这个炼金 宰了他 羊 哎 羊啊 好 可以杀 好 炼金死了 炼金死了 羊啊 好 这时候还能再杀一两个女的 就换兵嘛 无所谓的 单货打单货就这么换 这一波总体来讲 抓的没有什么价值 好 继续扬 抓的没有任何价值 对啊 你抓完大家五五开在这儿交换 还能再变一个女类 好 变到了 好了 三个女类加一个炼金 换了一个黄皮 一个绿皮 一个大鸡里边 买绿皮了吧 一个黄皮 一个大鸡 那血亏啊 水上加装 还能再变 哎 好 那就变个小精灵 那就是两个女类加一个炼金 换了一个黄皮 一个大鸡 二一还是学亏 这都没0.1 数量上也亏了呀 本来刚刚是没买绿皮的 数量上也是三划二啊 这里 现在飞飞练三练分矿 练三练分矿 然后剑胜一时一时 有大雪 有单传的 这个剑胜的作用就是为了给小歪争取timing 给小歪练到三 好 这个怪要抢吗 想抢来不及了 好 剑胜要跑 转一圈贴个药膏 还是骚扰你 踩胜这一盘还是有点准备的 踩胜这一盘是最复古的打法 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AC 他出的是暴女裂 待会可能会换家 就最早的时候受阻打暗夜55开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用了女裂手 女裂手很多时候要的就是换家的效果 现在转AC 基地没爬呀 彩色失误了 基地爬了呀 基地刚造好 没有 他刚才基地发愣了好久 对吧 嗯 我跟曾哥那时间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用的一个画面 基地上喊666 好了 这里现在彩色的正面其实打不了的 小歹三级了 他AC太少了 他还以女裂为主 现在必须在中间截一波 不能让别人把蛇棒插到你分框那 你要且战且退 那个蛇棒就攒不起数量 彩色分框严正以态 这盘反彩色基本格格了 对的 这一波就根本就没法守 怎么守啊 这一波打的还是你女裂手 打的要是同量人头的AC 你说不定还能拖一拖 女裂手你连拖都拖不了 这47人头啊 还是要看彩色的部队构成 有没有转出那么三四个AC 三四个AC 诶 有AC 但是 诶 三个AC 诶 回来绕了一圈 直接去主框了 哇 这一波打的好漂亮 这一波蛇棒是肯定能攒起来的 这波 这波声东击西啊 上来把你的BR拆一个 你就踩在这蒙圈了呀 同时自己的分框也是安稳的在见到 永云这里非常难打 永云这个BR一带被拆 你待会即便守住 也是没有散打能力的 现在这些女裂手很被动 打一套剑胜 先把剑胜血先压下去 但是剑胜有大血 剑胜有大血的 这里目前彩色一直在死兵 脸的人好绝望啊 彩色这一波一直在死兵 永云这一波怎么 怎么就就A剑胜了 小精灵过来报了一下刹码 因为剑胜没有医疗波吗 那也不能A啊 还行吧 A剑胜也没问题 他女裂手多 你也可以 好了 贴了个药膏 疾风护后撤 在一盘彩色是女裂手特别多的 他A英雄也没问题 在一波总的来说 Fly血赚 没死任何一个兵 彩色买了一组雇佣兵 但是为时已晚 开不了这个基地了 那这个雇佣兵很难走得回去啊 Fly这一盘是有单船的 他的小外已经可以回家补给了 不只是没有小精灵在外面预警 他可能猫头鹰也没放好 彩色本来就只有单地啊 所以他买雇佣兵没有问题 不然他钱花不出去 这里买 这里冲一波 通啊不冲 不能冲 受阻要补给好了 剩三本吧 阿英这种G要翻就只能300AC来翻了 只能慢慢等三本 如果 死了一个大G 好吧 就是找死 哇 Fly的B1都已经转出来了 Fly现在 Fly现在在爆人口阶段 Fly报到70人口在进攻 彩色这盘旅列这么多 可能是他故意的 只是没打到换家用不上 彩色的人口也很尴尬 也不好升三的 以我对彩色的了解啊 肯定是进攻过去送的 哦 好像是要进攻了 飞波进攻就是毫无道理的 飞飞抢群补 Fly在900块一花 人口比安业还高 好 给小歪买了重修 治疗波加蛇棒 现在重修200看水 哇 Fly你看 Fly还在压运口啊 很抠 彩色打兽族 本来就不强 彩色打兽族是他的短板 准确的说是他用KOG是他的短板 要是用DH打兽族其实不弱的 我觉得彩色还不如用DH呢 DH打兽族蠢啊 DH虽然蠢 但是你可以出旗帜上啊 你这个 他肯定会用的 我觉得TSLR会用 好吧 应该 今天应该是有一到两盘DH 但是主流还是KOG 这个是没有办法变的 那暴雪教你怎么打 你就得怎么打 你还得不服的咯 哦 小精灵超后排 但是好少小精灵啊 就三个 死了一个 你就57人口了 你吓唬谁呢 天生有无敌 这波其实就是60打60 阿叶平时要高十多人口 人口一样 别人有主场 精灵也很爽 精灵总共就三个 现在KOG KOG非常危险 白杀健身吧 天生无敌顶完 但是KOG并没有 哇 这盘飞飞基本都没怎么死过 兵说真的 对 还有59人口 就根本没死兵 邵族就不咋地死兵了 是的 好了 稍微撤一下 调整一下阵型 前面四个射棒 五个射棒啊 要打 这盘比昨天打令还绝望 讲真 绝望 因为前期就崩了 昨天打令中期通过一波双线 两头转 实际上